岳飞拜师 岳飞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从小跟着母亲长大。 岳飞七岁那年,母亲教他认字,读书。 岳飞从河边取来沙子,铺在桌上,让妈妈教他写字。 岳飞的几个朋友是妇人家的孩子,都十分调皮。 家里请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周栋老师来管教他们。 周老师上课的时候,岳飞常站在墙外的椅子上听老师讲课。 有一天,周老师有事外出,岳飞的朋友们就把他拉到教室里。 这三个小朋友叫王贵、汤淮、张显。 他们把岳飞繁琐在教室里,替他们做作文。 自己却跑到外面玩去了。 岳飞出不去,只能为小朋友们各写了一篇作文。 写完作文,他又读了老师放在桌上的文章。 岳飞心想,周栋先生的学问真好,如果能跟他学习,那该有多好。 岳飞拿起笔,在教室的墙上写下一首诗,表示自己的心愿。 最后写了七灵童岳飞五个字。 刚写完,王贵他们跑回来了,嘴里大叫着,不好快走,老师回来了。 老师回来读着学生们的作文,心想,奇怪,今天这些孩子作文怎么都写得这么好。 他抬头看到了墙上岳飞留下的诗,心里立刻明白了。 老师问学生说,今天我不在,谁到教室来过了? 学生们都摇摇头说,没人来过。 老师指着墙上的诗,还说没人来过,这个写诗的七灵童岳飞,你们快去把他找来。 岳飞来到教室,拜见了老师。 老师见岳飞虽然年纪小,却很有礼貌,心中喜欢。 他问,你的诗写得不错,是哪位老师教的? 岳飞说,因为家里穷,不能上学,是母亲教的。 老师请来岳飞的母亲,对他说, 岳飞这孩子十分聪明,又很有志向,将来定能做一番大事。 我想收他为义子,让他在我身边学文习武。 你看,怎么样? 岳飞在一旁听了周栋老师的话,没等母亲回答,就先在老师跟前跪下,认老师为义父。 周栋大喜,连忙伸手把他扶起来。 从第二天起,岳飞也坐到教室里,和王贵、汤淮、张显他们一起读书学习。 周栋对岳飞十分喜爱,加上岳飞聪明肯学,周栋恨不得把自己的学问全部传授给岳飞。 下去秋来,岳飞跟着周栋老师不知不觉中已经长到十三岁了,他平时刻苦学习,能文能武。 王贵他们在岳飞的影响下也认真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 武童应世,周栋本是一代名师,文武双全。 在他的精心培养下,四个学生都成了武艺高强的少年英雄。 那一年,县里要举行五同生的考试。 王贵、汤淮和张显的家里,特地为他们准备了新衣服。 周栋对他们说, 明天你们自己去,到考场与我和岳飞碰头。 周栋拿出自己以前的战袍,让岳飞的母亲安岳飞的身材改了改。 第二天一早,岳飞穿着母亲连夜改好的战袍和义父两人赶往考场。 周栋和岳飞在紧埃考场的一个茶座上坐下,王贵他们也到了。 周栋说,岳飞的武艺强些,一起考, 显不出你们的本事,你们先去吧。 考试开始了,考场上传来刷刷的射箭声。 周栋微微含笑,岳飞问,爹爹为何好笑? 周栋说,那些笔箭的只听得弓声箭响, 没听得射中的鼓声,岂不好笑。 在考场那边,轮到王贵他们了。 汤淮上前请求说,请把箭朵摆远些。 考官就让人把箭朵从六十步移到八十步。 王贵他们说,再远些,再远些。 结果移到一百二十步。 王贵,汤淮和张显立定之后,开弓发箭,果然箭箭上赌。 考场上,箭射中的阵阵鼓声盖过了弓箭声。 直到箭射完了,鼓声才停下来。 全场观众齐声叫好。 考官大喜,问王贵三人。 你们的弓箭是何人传授? 三人答道,师父是关西人,姓周明栋。 考官听了盲说,原来是周老先生,他是我的老朋友,快请来相见。 周栋见了考官,又把一子岳飞介绍给他。 考官说,既然是您亲自教授的,一定武艺超群,那就不必考了。 周栋说,那怎么行,只有当众考试才能让人心服。 考官听了,让人把箭朵移近一些。 周栋说,小儿年纪虽轻,却开得硬弓,恐要射到二百四十步。 考官口中称赞,心里有些不幸,便叫人将箭朵移到二百四十步开外。 岳飞走下场去,立定声,拉弓搭箭,搜搜地连射了九支箭,渐渐中夺,那打鼓的从第一箭打起,只打到第九箭,方才助手。 各箭来参加考试的武童和观众们都看得呆住了,鼓声一停,全场鼓起掌来。 王贵他们三人一起涌上前,祝贺岳飞。 周栋老师站在一旁,欣慰地笑了。